今年 省两会继续开设厅局长通道 邀请省发改委主任李雪东 针对辽宁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编制 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 省科技厅厅长王立威 就如何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省工信厅厅长苗志民 围绕辽宁工业振兴目标 如何做好三篇大文章 省人社厅厅长段军明 就十四五开局之年 如何继续做好稳就业 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工作 省商务厅厅长宋彦林 围绕今年全省招商引资工作重点 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周易莹 就如何建设全国营商环境最优省份 等热点话题 接受媒体联合采访 以开放的姿态回应社会各界关注 今年省两会还首次开启代表通道 邀请闫丽 申贵燕 马秀丽 张兆熙 静英林 李凤雷六位代表 分享他们的履职故事 辽宁新闻和第一时间栏目 近期将对厅局长和代表回答记者提问的具体内容 进行详细报道 本台报道